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花 現在的時間來到3點52分 最遲4點9就要出門 其實我原本是沒有打算拍這條片的 但我剛才點幾鐘的時候收到它 太久沒買袋了 我對上一次買袋應該是... 忘記了 啊 巴黎世家 都成大半年前了 所以這次非常奇團 非常興奮 很想急不及待開了它 但又想拍片 所以就那啦啦啦 馬上提早化好妝 但我懶了 我沒有打燈 所以我在用自然光的 你可能會看到時光是暗 好啦 真是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沒有時間了 我們現在立刻開箱 Talán 我就買了它了 Pauline 不用不要緊 因為我想很多香港人都不太認識它 它是一個來自法國的品牌 看看這個袋是什麼款的 哇 裡面上面有一張卡 純粹是一張卡而已 什麼都沒有寫的 一個防塵袋 我的袋就在這裡了 咦 這麼紅的 哈哈 我想像中紅的袋 呦呦 我這次買這個袋的樣子是... Talán 通常一些中低價的牌子 我會大膽一點買一些我平時不會買的顏色 看到這個橙橙的顏色 我家沒有 選了它 但它來到比我想像中橙多了一點 我在這裡以為它是啡色 但有一點偏橙的 但現在看上去它是直接橙色的 其實我覺得它的白色是更加漂亮的 但白色的袋我受了太多了 說多一點這個牌子 它就叫Pauline 來自法國的品牌 是由三位兄弟姊妹共同創造 他們本身在皮革生產這一行 都已經打滾了十幾年 如果你有留意外國的Fashion Blogger 應該都不會太陌生的 應該都會見過有人背 Pauline出了三款袋是比較經典的 其中一款就是我手上這個 它叫做No.1 我手上這個全名叫No.1 Nano 它是比較小一點的 另外一個大一點就叫No.1 其實我也糾結了一陣子買大個好 還是這個好呢 因為家裡少大袋 但我始終還是喜歡用小袋多一點 在它的官網買的 它是全球都要發貨的 這個袋的淨價是1900元人民幣 但是要加上運費 最後的淺錢是人民幣2065元 你算回匯率那些 我們上星期五買的 今天是星期四 即一個星期左右 它就會送到你手上的 它是荔枝皮 除了這個荔枝皮之外 它另外有一款是貴一點的 2300元人民幣 就是小牛皮 質地會亮一點 雖然說它小一點 但它還是比我平時的袋大一點 說了這麼久 是時候打開給大家看 它的間隔是如何 大家看清楚多一次它的樣子 它是這樣的 後面這裡有個小袋子 上面有個手籽位 然後還有一條長繩的 長帶的 我經常叫這些繩子 然後剪片的時候就會 不是繩子是帶 這條帶它是可以拆出來的 但我想我應該不會拆的 我可能會這樣拿著的 但我都會連著它拿著 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漂亮 這裡有一個半圓形 向下屈 它就啪開了 有顆鈕在這裡 買之前有一個關鍵的 就是它這個袋口應該是挺難放東西的 但它都可以拆開 拆開了之後就會容易拿著 容易放 不過你如果每次都這樣拆開 可能會不會有點麻煩呢 這一點就真的要用過才知道 都OK的 它不是拆起來 都可以收起來 我最初怕它 如果我不拆起來 樣子會差很遠 OK了 我覺得問題已經解決了 裡面 大家可以一眼望 沒什麼特別 有一個暗格 不要看少一個暗格 最難找的小件東西放在這一格 方便很多 沒有味道 還有它底部有幾顆鍋釘 我覺得袋底有鍋釘是很重要 因為它不會直接碰到你 雖然這顆釘真的很矮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 但我覺得比沒有好 我用了這兩個袋 因為最近這兩天 我正在用這兩個袋 這個就可以放多些雜品的東西 這個就是出門所需 都可以放得到的 我現在嘗試把東西放進去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放這個大小小的東西進去 還有其實我想放這個袋進去 因為我稍後會去Donkey買東西 其實我不是經常去Donkey 只不過剛巧幾次去Donkey 都有拍片 我想說這個袋 之前也有拍片介紹過它 我覺得它也蠻好用的 白色得來也不算太容易髒 不過也有一點髒 但是它這個金色圈圈生瘦 這條鍊都還好 但今天的主角不是它 我們還是說回它 銀包 消毒噴霧 剩下一張的紙巾 等一下換個包 膠布 這個塞在暗格上就剛剛好 耳機 我的超迷你酒針鎖匙包 這個我最近外出都會戴上 因為戴著口罩上太熱了 我買它因為覺得它很QQ 小小把 其實我都預料它沒什麼風力了 但我沒想到它真的很沒風力了 不要買 它真的很差 我是在深水埗買的 裡面有冷氣的時候用 我覺得還可以的 也有風 但一出到街是完全不行的 但我都會帶它出去 買了嘛 粉餅 不能缺少的電話 看看可不可以放在後面 不行 突出了很多 所以我想我都不會這麼突出放在後面 我都是 真的會放 我都是放在袋裡面 哇 好開心啊 這個袋可以放很多東西 它還有很多位置 咦 這個袋裡面原來只有 一支印唇膏 還有一支口罩在裡面 不要緊啦 我試試放這個環保袋進去 看看還有多少位置剩 放這件衣服進去 OK 拋上去 完全是關上去沒有難度的 不過就有一點脹脹脹脹 我想差不多了 雖然我現在放了這麼多東西 是有一點重量 但它也不算很重 因為這個袋本身 我覺得也不是太重 我想我跟大部分香港的女生 差不多高而已 163 放一切背的時候 就大概去到我這個位置 手拿就是這樣 側背的長度可能會有一點長 它上面還有一個洞洞 給你自己調教的 我知道我待會對著鏡子 才認認真真再教它的長度 其實它另外還有一個白色 或者一些大老的啡色 你們如果平時想容易襯衣 其實可以買那些顏色 好了 今次的開箱片就是這樣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先拍拖它 喂 不要轉場啊 不要轉場啊 沒有時間等你轉場啊 哇 今天好熱啊 我坐在這裡也出汗了 哇 防塵袋看真的多漂亮 哇 好厚實啊 好高質啊 防塵袋 拍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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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拖子